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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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Rick 今天帶大家來到湖區北面登上Skiddle 很多人對於Skiddle的黑板印象都是容易爬 綠草餘因 沒什麼挑戰性 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 所以今天我要開位一條平反的路線 證明Skiddle是值得一行 今天我會帶大家由西面的Dietch 上山,經過Outlook Pike Longside Edge, Carlside 上路931米高的Skiddle 再由Littleman 和Lonescalfell下山 最後會玩Lartwick 作為完美的終結 今天的起點是Ravenstone Hotel 終點是Kassig Town Center 路線全長16.2公里 總攀升1,190米 今天我會由Kassig出發 可以搭554或X4號巴士去到起點 車程大概10分鐘就到 車程大概10分鐘就到 我去到Ravenstone Hotel 巴士站到下車 上山的位置位於Ravenstone Manor Hotel 旁邊Dortwood的路牌相反方向 不用怕 開頭的路段是非常有香港行山的感覺 行走不夠一個字 上到180米高左右的地方 已經處於一個非常開揚的位置 我的目標是要繞到山脊走 所以一直靠右就可以了 從這裡向北面望 會有三個很搞不定的山峰 LITERALLY 上到400米高左右 就可以看到前面尖尖的Outlook Pike 來到The Edge 要看看這裡的風景 看清楚 不用錯失 一路上斜的時候要回頭看一看 今天的能見度很高 可以看到蘇格蘭的Crickville 上山的路徑也開始呈之字 即是可以一邊欣賞到Skittle的碎石山景 和Basin Freight Lake的湖景 和Basin Freight Lake的湖景 上到600米高左右 後六匹的路段就變得越來越斜了 又來到一些我最喜歡的低級石面Pamper 看回剛才走過的The Edge 成功感爆燈 Outlook Pike 690米高 大家可能可以留意到 Outlook Pike Long Side Edge 這一段都差不多700米高 只是意味著兩座山會 阻擋著Skittle 望西邊的景觀 所以要盡量在這個山直到 欣賞Basin Freight Lake的風景 在Skittle 和Long Side Edge 中間的 是Souventail 山谷 看多漂亮 Long Side Edge 734米高 大家看看這個時候Skiddle的光影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走完long side edge之後 我會靠右上去Kalseid 如果在這裡靠左就可以直接前往Skiddle Kalseid 746米高 山頂有石堆標示 山頂去一邊的草地平原 景色是漂亮的 不過對比起前線的long side edge 明顯地就失色了一點 是時候挑戰終極的碎石路了 遙遠見到這麼小的人都知道要懶惰的東西了 在這個時候有經驗的行山者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就是準備好行山棍 而我沒有帶上山 在之後的10分鐘我充分地體會到成語難忘漢輩 看看那兩位uncle 魚餌平地的樣子 怎樣啊 大拋來 這位體育不合格的 連塵都吃不到 我都沒什麼好說了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好快就上到來928米高的Skiddle Plateau Skiddle Plateau 總共有四個山峰 在最高點的Ming Peak 是位於較北日位置 Skiddle Plateau 總共有九八三十一米高 山頂有三角網測站和觀景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到Skittle South Peak 的时候会再次见到Durne Water的湖景 在正前面的是Skittle Little Man 和左手边的Loon Scale Fell 这群羊非常好精力 在山上跑来跑去 还见到两只群羊在这群羊爭旅 我们来到分岔路口了 有兴趣想Little Man的话就在这里靠油 如果觉得够皮的话可以靠左 穿个木杂就可以直接在山腰沿着Motoray Route通过 在山腰沿着Motoray Route 在山腰沿着Motoray Route 在山腰沿着Motoray Route Skittle Little Man 865米高 山顶有石堆标示 Little Man比Skittle更近Durne Water 所以风景会更漂亮 我觉得今天的阳光show真的很漂亮 令到背后的山群望落层次分明 在Little Man的主山峰之下有另一个小山羊 石堆中间有旧的铁蓝标示 我本人觉得这个山峰的风景绝对无法挑剔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和我一样很喜欢去放空呢 有的话我带来一个很少人的地方吧 在前面我们又见到一个很重要的分岔路口 打横的就是Motoray Route 直接可以下山去Kasic 如果想继续去比较静的Lone Scale Fall 可以直行 如果行够的话可以转右下山 为了配合主题佛系的Navigation 只要跟回中间那条围栏走就可以了 Lone Scale Fall 725米高 山顶有一堆石去表示 一样有漂亮的湖景 但这座山箱比起Skiddo 就真的平静得很多了 好 放空完 首先我会由山顶沿路走回头 这个山峰有少少out of the way 普遍的游人都不会走过来 非常之舒服 然后走到山谷的位置时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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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什么Jenkins Hill的路线会被Crumby人称为Motory Route呢? 无他 路线在不少的地方阔鱼马路 路线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带小朋友走都行 甚至乎连爬山单车都可以上到 直接叫Motorway都没有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在牧羊场对面会见到为纪念三位牧羊人的Halp Monument 现在已经成为Skiddo的地标 由这里回头看看刚才走过的Motorway Route 其实今天的路线绝对不算短 在前面我们会见到停车场Under Skiddo Car Park 在这里亦都有Skiddo 如果想直接下山的话可以依着路牌 沿Cumbria Way下山 这个停车场非常方便 免费之余如果只想玩Latrick或Skiddo 也可以在这里 我们走到今天的最后一座山Latrick 我们走到今天的最后一座山Latrick 在这里最近Durn Water的这个角落有一张木椅 坐着木椅看风景就当然是first choice Latrick 368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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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決定要用最直接的方法下山 在木椅的左邊會有一條路徑經森林下山 啊 忘了補充 直接才是斜 開始進入Latric Wood的範圍 在這棵樹林裡沾滿了很高很高的大樹 同時也有一種動物值得留意的 這裡有Red Squirrel 牠們有尖尖的耳朵 啡紅色的毛 Red Squirrel本身就是英國本土的品種 不過很可惜 今時今日Grey Squirrel已經著巢溝漸 如果魚份到的話 你都可能會見到一隻 最後我來到Cumbria Way 一直走的話就會去到Casic Town Center 下山之後我的腦子是想到Casic裡面不同的餐廳 還要有汽水 凍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同感呢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如果可以留下留言給我 幫手推推點view數 那就完美了 那我們今天玩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玩個啦 拜拜 拜拜